我們現在已經是第五個禮拜了 所以我們好像只上過一次課對不對 所以我們進度 沒關係進度沒有什麼都過後 反正你想什麼的話就想過 還有一些組別的同學有退選的嗎對不對 好 那個第一組同學 第一組同學舉手一下我看一下 你們那組有沒有退選 有沒有 兩個沒有來 兩個什麼系的 四十勾跟外文 好 第二組同學 你們那組有沒有人 兩個退一個沒有來 所以你們這一組剩幾個 剩你們三個人 你這組的題目是什麼 蛤 啊 這些 按摩性工作者 另外一組按摩性工作者是哪一組的 你第一組 所以你們這一組 兩組加起來八個人 那你們要四個人四個人嗎 你們自己可以 三個人OK 三個人OK 太強了太強了 史上最強的那個研究組 好 第三組 第三組舉手一下 你們有沒有人退掉 沒有 第四組 有沒有人退掉 沒有 第五組 第五組有沒有人退掉 沒有 第六組 第六組在哪裡呢 忘記整組不見了 第六組你們有沒有人退掉 幾個 一個 好 第七組 你們那組有幾個人 四個 有幾個退掉 兩個退掉 好 第八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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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幾個 幾個退掉 沒有 第九組 有幾個退掉 沒有 第九組 有幾個退掉 沒有 第九組你們現在幾個人 一個請這樣 好 第十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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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人 六個 六個 好 六個沒有人退掉 好 第十一組 十一組 十一組 七個 七個 哦 你們那會不會太多 你們這組 你們這組提問什麼 身心障礙 身心障礙 那另外一組 身心障礙是哪一組 哦 好 這組也都沒有人退掉 好 OK 好 第十二組 已經六個 六個 一個還沒來 一個還沒來 應該是還沒來 還是 昨天晚上有出現嗎 昨天晚上有出現 昨天晚上有出現 睡太晚了 十三組 你們這組 六個 啊 另外一個呢 去買東西 去買東西 啊 去買東西 四買早餐 好 那 嗯 你覺得 你那組的人數太少 想要再加人的舉手 要再加人手的舉手 你們這組六個人太多了啦 你們這組 四個人 你們那一組是四個人嗎 對不對 那個 呃 題目是什麼 啊 性工作者 所以跟他們一樣 他們也是性工作者 所以 不對 你們是性工作 OK 性工作按摩者 四個人 有七個的 有四個 好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討論 我跟那個 那個 助教我們再討論一下好了 等一下我們再 再討論 好 那 同學很多 大班喔 所以很難認識人 不過我這邊看到我們這一班 有非常多 叫叉叉軒的齁 所以我一下來看一下 我認識一下 張詠軒同學 舉手一下 張詠軒 好 OK 接下來平一軒同學 平一軒同學 接下來陳沛軒同學 接下來陳沛軒同學 來陳沛軒在這邊 好 那接下來陳孟軒同學 陳孟軒同學 再來 劉平軒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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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念軒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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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所以 蔡米 不是蔡米軒 蔡米軒 你看我們這一班 小小幾個 結果就六個 六個軒 那個 我們下個學期會 會提到那個 關於 關於姓名的問題 我們來繼續 我們去我們的社會局討論 社會局討論 我問一下 昨天那個文本 念起來覺得 覺得有點 有點簡單的舉手 覺得有點簡單的 好 覺得非常困難 非常困難的舉手 非常困難的 他這麼多 這麼多 非常困難的 哇 我說的是那個 借助又借您 啊 不是 那個 社會學的想像 社會學的想像 就很難的舉手 好吧 那真的是 有點難 OK 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們第三堂課 在討論的時候 再稍微討論一下 然後呢 你們到學期末的時候 你們大概就會再回來想一想 什麼叫社會學 想像 那其他的那個 那個 藍貝嘉老師 今天很簡單吧 對不對 好 貝嘉老師 不管如果我們上課 來繼續講 社會學的基本概念 還記得上個禮拜 我們講的 法律的應用 對不對 然後法律一個 這個問題 有一半的同學 認為說 你們覺得 要什麼 你們是法官的話 一半的同學 會覺得他要 判幾年 12年 另外一個 大概要判幾年 3年左右 好 大概是這樣 但是我們知道說 其實 你根據法律來判他 確實是有法 有法律 但是是不是合情合理 這個都是可以爭議的 包括像說 我們上個禮拜討論的 那個 在醫院裡面吃東西 到底要怎麼算 這都是可以討論的 從社會學角度 可以提供很不一樣的觀點 那 怎麼研究社會學 你還記得嗎 問你們說 男是個女生 誰是他 指望你比較高 男生 對對對 好 所以社會學 上禮拜我們談到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沒有看到 一些社會事實 也就是說 有一些統計資料 有一些數據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的 那我們也討論到這個問題 對不對 一個和尚想要水喝 兩個和尚才要水喝 三個和尚沒水喝 為什麼 然後幾乎所有的同學 都怎麼回答 對 大家都覺得是自利 對不對 因為自利所以產生這種狀況 但是我們也討論到 人類不都是自私自利的嗎 比如像我們上次有討論到 一種情況之下 是一定有水喝的 親情 還有呢 愛情 愛情 愛情會毀滅的 好 OK 還有呢 很好 權力關係 像三個和尚裡面 有一個老和尚 就可以去打兩個小和尚 去排水 對不對 好 OK 所以其實不只是自私自利的問題 人類還有許許多多的 許許多多的活動的一些原則 那這是我們社會學院討論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今天上新的東西就是 有一個 有一個例子 是聽過吧 有沒有聽過 沒有 好 就跟各位同學講一下 這是一個美國史上福大學 史上福大學有沒有有名 有名 對不對 很有名 你以為學生會不會很不正常 你跟中生大學學生差不多嗎 好 他這個學校呢 他去做一個實驗 他去徵求全校 就是需要15個 15個同學來做這個實驗 那個實驗 就是說 你來這邊 然後呢 裡面 有隔著一個叫做 當面玻璃的 心理學都會有一個單面玻璃 也就是說 外面的人可以看到裡面 裡面的人不知道外面有在看 電影裡面有長影的玻璃 然後就裡面有一個 也有一個在回答問題 那這個 15個學生 他就站在外面 負責提問 負責提問問題 好 那 這15個學生怎麼挑選出來的 他就是說 你來報名 然後你要做心理測驗 你們做過心理測驗嘛對不對 心理測驗 然後就說 你的人格正不正常 所以15個學生 都是人格很正常的情況之下 被挑選進來的 那 進來之後 他就開始問問題 第一題說 就問對方說 第一題說 中華民國誕生於幾年 西元幾年 好 裡面就回答 西元幾年 1911還12 1911還12 第二題說 第二題說 請問要中華密國毀滅幾年 然後裡面再回答 那 其實這個實驗 然後裡面只要回答錯的話 在1960年的時候,整個心理學界最流行的東西就是電老鼠 所以裡面就是這個人,答對了就好,給他講賞 答錯了就電他一下 所以這個是1960年心理學最喜歡玩的遊戲,電老鼠電人 其實這個實驗不是在測驗這個人的,是在測驗這15個學生 裡面其實跟外面的一個教授已經是串通好了 串通好說,你就裡面故意答錯 所以這個學生他又拿錯了拿錯去電他一下 那那個電是一個類似於像我們的那個什麼 那個開車不是有這個自排的那個手把嗎 開車看,自用小特車做過吧,或機靈車 他裡面就有這個排檔的東西 所以他就排檔就到50V,100V,150V,200V 反正裡面都故意答錯嘛 所以外面就一直一直往上加 那裡面有一個做的表演,啊啊啊啊,電腦好慘 好,在電高上就會死人了,會 那在350V那個地方的時候,旁邊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警告標誌 上面寫說,假如電極超過此V的話,可能至人於死 好啦,天人交戰的時刻到了 裡面一直拿錯,350V的時候,那個學生要不要繼續往上墊 要不要? 假如你們的話,你們會不會? 你們會不會? 確定嗎? 真的嗎? 來,問一下,問一下,問一下 你覺得你應該不會往上墊的舉手? 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 可能會的舉手 可能會的舉手 只有一個嗎? 只有一個嗎? 同學只有你而已嗎? 來來來來,講一下 來,問兩個 一男一女 來來來來 三個 四個 來,先從最後面 女同學好了 為什麼這麼殘忍? 就只有一個女同學而已 對 人很爽,電得很爽 來,後面後面的同學 來來來,後面的同學 來來,請問一下 你為什麼會 在這個時候 就痛下殺手 跟前面一樣 跟前面一樣 怎麼樣? 爽 唉呦 這兩個人的關係裡面 可能會有SM關係 他都變痛苦 你才會爽 來,這邊是男同學 來,你說 因為我看到過 其他的一個實驗 就是說 也是一群人 然後 一開始 就是 實驗的人 和 就是 操作那個電機的人 是可以相互看到的 然後這個時候 就是 他 打過題目的話 就會給他一個電機 然後 這種情況下的話 他的電機的 電容量會比較小 然後 這個玻璃 就是看不見的時候 就是兩邊人看不見的時候 那個 那個 電機量就會變得非常大 然後 這個實驗就是說 明白這個 可能就是 匿名 匿名性就會影響人們 對於 行為的 我現在不在問說 這個實驗的結果怎麼樣 我在問說 你會不會 呃 我覺得可能會 你可能會,為什麼 因為 因為對方看不到我 對方看不到你 所以就把他點死 沒關係 不是啊 而且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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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形成了對 對方的一個就是說 不好的印象 對方不好的印象 因為他都不會答問題 每次回答每次錯 對 就該懲罰他 對 哇 那 在辦事考最後 你能要不要 你給他懲罰一下呢 如果 這個你看情況 看情況 來,後面的女同學 你為什麼不太 你覺得你大概不會 來,後面的女同學 來 麥克風就是你 對 你為什麼不會呢 問人不會 你繼續往上變 嚴敏之心 嚴敏之心 好 所以人都有 側隱之心嘛 對不對 我們儒家文化講的嘛 側隱之心 人間有知嘛 對不對 大部分都是這個樣子的 欸 嗯 那我再講一個 再新的一個情況好了 假如 其實那個時候呢 他們實際的情況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到了那350伏特的時候 幾乎 不要說幾乎 所有的人都會 猶豫 都會猶豫 到底要不要繼續繼續 繼續 再繼續往上增加伏特 那 他們可能就轉頭問 站在旁邊的這個老師 這個教授說 我真的可以嗎 這個教授跟他說 可以 沒問題 他們都簽了那個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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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書之類的 而且他們要做完實驗 才一百 不是他們 你們要做完這個實驗 才一百塊錢可以領 那他已經自願簽了一些 什麼 假如發生什麼以外 都要自願承擔後果的 好 假如這個情況之下 有教授在旁邊 你問他 他跟你這麼講的時候 你會不會往上墊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那大部分這位 可能跟同學都一樣啊 就是你大概不會 就總是會猶豫一下 問旁邊的這個老師 那現在老師跟你講說 沒關係啊 反正他自行負責啊 死了他就要死了 跟你沒關係啊 你會不會 開始天眼交叉了 好 我來問問再問一下 你覺得 你還是不會的舉手 你還是不會的舉手 你還是不會的 那你稍微改變 你可能會的舉手 你可能會的 有一些改變 有一些改變 這一次女同學改變的比較多 那那個 先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女同學來 來 你為什麼做了改變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我身旁的人是這樣子認為 那就是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周遭的環境壓力 周遭環境給你壓力 所以你覺得 你覺得 沒關係 你覺得 剛才 剛才會擔心電死人 現在比較不擔心電死人嗎 會擔心 可是就是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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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都跟你這樣講的 那 你還能怎麼辦 你還能怎麼辦 對啊 為了一百塊美金 我知道變死人了 就這樣子嗎 嗯 好 來這邊這邊 同學你的理由呢 對啊 還是你後面的 是你啊 有危險 有危險 不因為會死人 可以試試看 哈哈 他都已經跟你講到旁邊 他跟你講說 可能置人於死 可能而已 可能而已 可能電完他就被我死 然後我要送給你 哈哈哈 原來是為你擺塊 也不是 你想說電看看嘛 反正死了 就是他死啊 反正沒死的話 我轉到遠快 那後面呢 這位女同學啊 看似乎你同學 轉變的 情況比較多 那個 戴黃衣服 黃衣服的同學 你覺得為什麼你會改變 而且唐先生的教授都說 可以 而且是他還在研究的 誰在研究 就是 教授在研究 對啊 那教授都說可以了 他說可以 所以就 就說可以 假如那個教授說 假如那個教授說 你把他殺死 沒關係 我負責 他都有千身死狀 都有千身死狀的 我都很突然在車場 不是要千身死狀的 對啊 簽了以後你就覺得 OK 假如說給他變成男生 說我要自殺 來你幫我自殺 快點殺 快點殺 自殺 自殺 那他寫了生死狀給你 說我要自殺 來拜託幫我 那我給你千萬 沒有我沒有簽名 為什麼我要幫他自殺 不是 我說剛才那個 我說這個情況是不是類似 比像有一天 我跟這個女同學說 我要自殺 來 你同學幫我自殺 我給你千萬 對 對啊 是啊 你剛才意思不是一樣嗎 剛才教授說 他簽了生死狀 可是他自己有簽那個 他說他在這個行為裡面 他同意 就是 要這樣 對對對 我會簽同意說 假如你對我做什麼事 我絕對不追究 通通是我自行負責 可以嗎 同學你覺得可不可以 好像 不知道 不知道 對啊 在這個問題 好 我們就看實際的結果 好了 這個沒有什麼 這是 我們在講的人生的學者 很多事情 沒有答案 但是我告訴你說 實際發生的情況 15個 史拉伯的同學裡面 有12個同學繼續往販店 比例高不高 跟往這裡是不太一樣 往這裡只有大概六七個 對不對 可是他那邊比例有12個 12個比例非常非常高 好 這個實驗 當時為什麼做這個實驗 他做這個實驗的目的是說 要問一個問題 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在二次大戰的那個時候的那些 納粹軍官 他晚上是好爸爸 他晚上會去跟家人一起彈摩扎特的鋼琴 拉哈巴哈的大提琴 但是白天就去毒氣室 然後毒氣室一打開 就死了幾千個毒害人 這一群人都是很正常的 都是大家眼中的 好爸爸 好軍官 好的鄰居 好的什麼 都是這個樣子 可是為什麼到了集中營 他就會做出 這麼恐怖的殺人動作 這麼恐怖的殺人動作 好 這個最近 台北國基金展演部 在演一個叫 漢娜厄蘭 的一部片子 他用了一個觀念 就叫做 叫做 平庸的邪惡 平庸的現在就是說 我們都是一群很平庸的人 我們都是一群好人 我們其實 在普通日子裡面 我們都不會做什麼 大的壞事 可是 常常因為我們什麼事情 就照著原來的生活 去誤調去做 很習慣去做之後 匯整起來的就是一個 很恐怖的邪惡的東西 好 但是我這邊要講的 不是那個哈納爾蘭的概念 我這邊要講的就是一個 社會學的概念 一堆好人 不是一個好社會 剛才講的這15個 史達普大學的學生 是不是好人 他是好人啊 他們做過心理測驗 是不是都很正常 是很正常啊 他們到了那個實驗室 他是不是一個非常好的實驗者 是啊 就遵照教授的指示 他就去做啊 他什麼都好 可是這群好人集合起來 有沒有變成一個好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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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沒有 也就是說 一群好人做了一些事情 卻是去傷害了 或殺了一些無辜的人 他跟那個實驗者 跟裡面那個實驗者 是完全不認識的人 可是他卻可以很下心來動手殺掉他 他是普通者 他就扮演了很好的角色 我就是聽你的話 反正這實驗就是要我這麼做 所以我就乖乖的這麼做 所以就是一個好人啊 對不對 是一個好學生啊 你們好學生常聽老師的話 不是嗎 那家裡聽好爸爸媽媽的話 大家是好人好學生好爸爸好媽媽 可是 最後結果出來 會是一個好社會嗎 不一定 剛才我們看到就是 一群好人聚集在一起 不一定會創造出一個好社會出來 剛才每個人都扮演了非常好的角色了 實驗的人 老師教授 裡面的那些人 可是假如真的發生事情的時候 有沒有人死掉 有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所以社會學在討論的說 就是跟宗教很不一樣 宗教可能 像慈濟 他就說 大家都在信仰佛教信仰慈濟 大家都變慈濟人 世界上就沒有壞事了 或者是說 大家都信仰基督教 信仰主 信仰神 大家都信仰一樣的 就不會有壞的事情發生 但從社會學角度來看 不可能 這是一個例子 一群好的基督徒在一起 也可能做出非常恐怖的事情 一群好的慈濟人在一起 也可能做出非常恐怖的事情 因為那是一堆好人 跟一個好社會是兩回事 好在社會學裡面在講的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 人跟社會是不一樣的 這個社會不是每個人的集合起來的東西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這一群人 大家都好人 集合在一起 不代表我們這邊就是一個好的 大家都會做好事 大家做出來的事情就會變成好的 沒有 不一定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社會寫上一些解釋 所以我們學習社會學剛才的第一個態度就是 要認清社會客觀事實 社會學的第二個態度就是 你要去挑戰嘗試 挑戰嘗試 所以剛才你們一定會經常聽到說 大家都在信仰什麼 大家都來 大家都是 慈悲為懷 世界就變好了 不是那樣子 不是那樣子 好 所以我們看到一些客觀的數字了 我們去挑戰一些嘗試了 接下來社會學還會去觀察人的行為 那個心理學也在觀察人的行為 社會學也在觀察人的行為 政治學也是 經濟學也說它是 雖然說經濟學完全不是 那社會學怎麼去觀察人的行為 他有他一套非常自己的一套 看世界的方法 來 所以我們要先看看人的行為 好 這個有沒有問過你們 來 你有沒有跟爸媽打過牌 你會不會故意輸給他 不會 真的不會 你會不會 可能會故意輸給他的舉手 他會故意輸給你們 也不會 大家在爭打 在爭打 你們 媽媽你們打輸了會不會心裡不爽 會 會還是不會 會 你會心裡不爽 你爸媽打輸會不會心裡不爽 會 不會 會 會啊 對啊 那就贏他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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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假如打牌 讓爸爸媽媽輸了 他心裡不爽 你笑不笑順 你笑順還等他生氣 這叫孝順嗎 認真打牌就叫孝順嗎 打牌了去什么 有输有赢 跟看见是一样 可是就很想打 爸妈也很想打 这个你不觉得有点说 一方面我们又爱爸爸妈妈 可是因为打牌的时候 故意又不承认 办法要赢他 让他心里不爽 这不是很矛盾吗 不会哦 你都不觉得矛盾哦 那么小气的爸爸妈妈 你们知不知道 这里有没有交过男女朋友的 来勇敢的举手一下 有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五个 这位同学来 你有没有交过男女朋友的话 你有没有跟他打过牌 没有打过牌 你有跟他比赛过什么吗 比赛什么 眼镜蛇 眼镜蛇 你说那个 手机那个那个 snack 两个是打谁比较快吗 分数层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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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引来他行 他有没有不高兴 他有没有不高兴 那后来不高兴你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 你没有安慰他吗 没有安慰他 过几天他就笑得气消了 他想给人把他报仇 他想给人把他报仇 好很好 这个 这个就是说 我们很奇怪的一个 一个行为就是说 我们明明是很爱对方 可是为什么第一方面 我们又会做出 让他心情不快乐的事呢 我们要爱他 我们是不是要让他很快乐 那打牌可能要故意输给他 让他快乐不是吗 打好许多 有啦 我以前碰过那个大陆的 那个大陆的 我去七元演讲的时候 碰到大陆员工 有啊 我打牌要故意输啊 输给谁 输给我们领导啊 那个是另外的 打政治牌 但是呢 这个我们一般来讲 一方面我们又很爱对方 可是一方面我们又打牌的时候 又故意磋伤他 刺伤他 让他过两三天气消不了 好 这是一个问题 来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来 如果您在美国 纽约晚上迷路 对面走来两个行人 一个是黑人 一个是白人 你会先问谁路 你会先问黑人的举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好 你会先问白人的举手 先问白人的举手 好 这么多白人 最后面来穿德国衣服的同学 来来来 德国国旗 为什么穿在你身上 就是 就是 我还是没有谁 那一次好 另外一次 另外一次看看 我 就是 因为黑人不一定看得到啊 黑人不一定看得到 有这么黑吗 真的有这么黑吗 真的很直觉 很直觉 就是 就觉得先问白人 对不对 对啊 那右边的举手 你觉得呢 他就是觉得看不到黑人 看不到黑人 看不到 你先看到白人 然后你又 不先问他 他怕觉得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不先问白人 然后你去问黑人 然后又感觉很 对他不好意思 真的吗 好 我们把这场景换到高雄好了 高雄晚上 黑夜迷路 对面走来哪个新人 一个是台湾族的 一个是 汉族 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吗 台湾族的 台湾族 他是我们所有的族群里面 最黑的 是不是 平均啊 平均啊 对啊 你干嘛 好啊 布隆族是不是腿最短的 哈哈哈哈 哈 汉人是不是最奸诈的 嗯 嗯 好了 OK 这都是我们的科码影像 那假如这是台湾族跟一个 汉人 你觉得你会先问谁 你会先问台湾族的举手 你会先问汉人的举手 啊其他人呢 你是不问的哦 同学你都不问哦 同学你都不问哦 自己走 遇到谁 我跟他两个同时走过来啊 离你近的那个 好 离你近的这样 一样近呢 一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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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问两个人 一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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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吗 好 好 那我们再画一个问题 再画一个方法 假如你在美国纽约 晚上迷路以后 走来两个行人 一个是 男人一个是 女人 你要问男人还是女人 哈哈哈哈 还问一下 你会先问男人的举手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 你会先问女人的举手 大家不担心问女人 真的来 那个男同学 我知道你比较喜欢 问一下 因为我喜欢女人 问女人 为什么 会 哦 问男人的话可能会被绑架 问男人会被绑架 啊 天哪 天哪 这什么世界 为什么男人会绑架 那人家问你 你会绑架对方吗 不会啊 对啊 对啊 都不会啊 美国人生地不熟 人生地不熟 人生地不熟 好 人生地不熟 可是这个很奇怪啊 大部分都认为 你要问女生 来告诉我 你要问女生的理由是什么 来 为什么你要问女生 感觉女生 感觉女生比较有同理心 女生比较有同理心 女生比较有同理心 你现在是要问路 还是要问同理心 那就是 就是感觉女生 比较会 就是细心的 就是去观察你 很荒乱的感受 很荒乱的感受 会紧张 会安抚你这样 好这个时候 你可能需要找心理智商 对 那刚才举手要问男生的同学 来告诉我理由 除了你之外还有谁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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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就怕那个 就那个女的 觉得我想要对她的异样 哦 你担心 那个女的会 觉得你要对她怎样 可是你长这么帅 你觉得 哈哈 你觉得她 她会觉得这样子吗 不信啊 她可能就是 就是觉得我在把她吃 哈哈 你觉得在把她吃 啊男的就不会这么觉得吗 哈哈哈哈 我无所谓啊 你无所谓 哈哈哈哈 好 所以你觉得男生 你想去问男生 你觉得女生 有这个性别上的距离 让你觉得有点 可是你现在问路啊 不是吗 他问路两个 反正抓到一会 会知道路的就好了 你管他 他会不会觉得 不是吗 可是他可能直觉不是这样 他直觉不是这样子 所以他就不会回答你 那你觉得你怪人 就怪你上 好 OK 隔壁你同学 你来 你觉得呢 我 我 我会问女人 你问女生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女生比较和善 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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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亲切 很亲切 好吧 嗯 OK OK 女生比较心切好 OK 这个是 我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是问路 但是一般 为什么大家的反应 还是有一些 比较多数人 觉得会想问女生 比较多数人 会问白人 为什么 就像想要问 黑人的比例不多 或想要问 男生的比例都不高 这个是我们觉得好奇的 白人比较知道路吗 好像没有啊 对不对 好 假如说有 你在吃饭的时候 有另外一桌的客人 受到歧视 你会不会有什么反应 比如像说 隔壁就有一桌 从越南来工作的月牢 这边讲了一堆 就是讲越南话 可是服务生 就是不去服务他 甚至一个人讲说 你太吵了 那你 突然到这个情况 你有会有什么反应 投诉他 投诉谁 这间店 这间店去哪里投诉 YouTube 还有呢 除了YouTube之外呢 蛤 什么呢 骂店员 骂店员 你会骂店员 嗯 好 那现在我两个选择好了 你会 默不作声的举手 另外一个 就是那个啊 骂店员啊 YouTube啊 挂上去 你会默不作声的举手 默不作声的 1 2 3 4 5 6 7 8 9 好 你大概会张艺直言的 举手 当场张艺直言的 有这么多吗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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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知道 你会跟他叮的吗 不会 还是你跟他 就是默不吭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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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你们 有没有看过很多违规的事情 有没有 你像说 魔动车能不能骑到的一道上面 可以啊 可以 可以 可以啊 可以 魔动车不行啊 有人骑上去 正在后面巴你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你会骂他 你会骂他 你真的会骂吗 你骂过 你会骂他 你会骂他 你也骂过吗 你骂过机车的举手 你当场骂机车的举手 好 你骂他的举手 你骂机车的举手 好 ok 你怎么骂 他不开 他讲 她看我喇叭 他把我那个 喇叭 热 一直不会自己走向 zoals 去叫我 不会走下面 就是 他旁边只有我 在一起 這樣 然后他走到后面 还准我喇叭 然后我这整个人就是说 你绕路了 你这讲好像要骂他 我就很凶很凶 好 ok 你假如说没有按你喇叭 他在 他在上边骑 你会不会 你会骂他的举手 他没有按你喇叭 没有按你喇叭 但是他在上面起 你会怕他的举手 骑在摩洛特 骑在行道上面 他没有按你喇叭 他是从你旁边 这样过去而已 你带个默不吭声的举手 默不吭声的举手 大部分都默不吭声 那个行为对吗 我说他那个骑摩洛特 行为对吗 不对 为什么你默不吭声 就跟那个骑士一样 不是吗 好 我这边我们要讲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刚才问那几个问题 其实大部分同学的反应都差不多 你像第一个跟爸妈打牌 你的反应是差不多那个样子 你绝对不会故意输给爸妈的 然后呢 在路上 迷路的时候要问男生女生 你大概会先问 大部分的同学 大概都会先问女生 男生似乎比例比较少一点 他像刚才 骑摩洛车那个事情 大部分 你就默默忍 然后让摩洛车站 能行到这样子 就这样骑过去了 你大概不会把他拉下来说 同学你错了 这里不能骑摩洛车 你给我滚 会不会 不会 好 那 我们同学 有男 有女 有来自于北方 有来自于男方 然后有来自不同家庭背景 有人高 有人胖 有人矮 有人瘦 那有个比较内向 有个比较活泼 可是为什么 在这些事情上的反应 都会差不多 这个社会学在问的 为什么 其实大家都在这部分背景 应该每个都不一样 可是为什么 我们还是看到 有一个集体的趋势 是那个样子 好 所以社会学研究了 第一个重点 就这张power point 也就是说 很多事情的发生 不是个人的原因 我们大家会这么集体 去这么做 是有一个外在的 无形的力量 牵动着我们的行为 那这个力量是什么 就是我们社会学要研究的 刚才举的那些例子 刚才举的那些例子 都是要告诉同学说 其实 即使大家都不一样 表现出来的行为 也会很类似 那表示是 有一个共同的力量 牵着我们 往那个方向走 往那个方向走 好 那这个力量是什么 就是我们社会学 一直在研究的 那力量 可能是家庭 可能是规范 可能是文化 可能是种族 可能是阶级 这些 都是影响了我们 为什么这样子去行为 所以人类行为 不是单一个人的心理状态 而是有一些共通性 那是这个无形的力量 牵动着我们 就是这样做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东西的什么时候统一 东西的什么时候统一 你们出生的时候 你们什么时候出生的 洪小离几年出生的 1995 好那时候东西的已经统一了 东西的统一的时间比很长 那我穿德国衣服的 什么时候统一的 等一下 1990还是3989的 好没错正确 大家鼓掌一下 哇太厉害了 1989 1989柏林围墙岛 在1989之前 柏林 他在东柏林跟西柏林中间 有一个围墙 有那个围墙 那个围墙就是 防止东柏林的人 他要跑去西德 跑去西柏林 那所以呢在那个 在那个柏林围墙旁边呢 有很多那个高的那个监视塔 你们假如看那个纳粹电影的话 那集中银上面 是不是有那个监视塔 好 那 假如东柏林的人 他要 爬越那个柏林围墙的时候 他必须跑过一个200公尺 他们叫所谓的死亡地带 死亡地带 他围墙是排这样子 然后 在隔200公尺这边 还有另外一个围墙 所以呢 他们要投奔自由的时候 先爬过第一个围墙 然后再跑200公尺 到第二个围墙 再翻过去 就是西柏林了 那东西德在统一之前 是两个国家 所以东柏林这边就会有一些士兵 负责保家卫国 那 有一个东德青年 有一个20岁的东德青年 他在那个时候就想要逃离 东柏林 跳过去 跑到围墙的地方的时候 被这个士兵看到了 那士兵就开枪 跳一声 好 你觉得 假如你是那个士兵 你会不会开枪 你是那个士兵 你会不会开枪 那个青年 他只是为了 跑到另外一个国家而已 他们有任何政治企图 好 你是那个士兵 你觉得你可能会开枪的举手 可能会开枪的举手 你大概不会开枪的举手 大概不会开枪的举手 大概不会开枪的人比较少一点 来 这位男同学 你为什么不开枪 就看他很可怜 看他很可怜 所以就不敢开枪 你是怕他死掉 看到血你会昏倒 不会 不会 那为什么觉得他很可怜呢 因为就是他想要自由 他想要自由 那想要这样子后 我把枪丢了 我自己跑不是可以的吗 所以这个同理心的话 假装没看到就好 假装没看到 隔壁女同学你也不开枪 对不对 隔壁女同学 你呢 你可能会 你给麦克风 为什么你可能开枪 只要我不开枪 那他会不会 他会过来打我 你站在很高的那个塔上面 他怎么可能 他爬上去打你 他已经变另外一个国家的人 所以呢 他会不会我传过来打你 你说他爬过去以后 爬过去被西伯仪的以后 再爬过来打你 他打你了可多了 西伯仪的那边可能几千万人要打你 那后面哪都选呢 你呢 你觉得呢 对 我也说会开枪 为什么 因为如果有掌控压力的话 有掌控压力的话 然后你不开他 就会让你被掌控开枪 你被掌控开枪 好 大概是这个理由的同学举手 可能会被掌控骂的举手 大概是这个理由 那 有没有不怕掌控骂的举手 来 不怕掌控骂的 就是不开枪 我不怕掌控骂 这两个还有谁 来 那个 人吻 人吻 呃 呃 是问不怕的理由吗 对啊 就 就不怕 就不怕 你不怕被抓去观景地 就像那个洪仲修一样 那就死了 那就死 哇 你犧牲小偶要完成大火 让他逃去 希德 对啊 也不会怎样 也不会怎样 会啊 你可能会被 关到 关到死了 就 呃 如果这样 就是如果不去阻止这个趋势的话 这个趋势会越滚越大 对 没错 如果底下士兵越来越多不听话的话 那这个行动 就是这种 禁止别人翻墙行为 可能就会减少 对啊 可能的情况就是 展观压力就越来越大 因为他的士兵死压越多 他弄的是一个 但是 你预设别人会跟你一样反应啊 可是干嘛 你看一下 几乎所有反应都跟你不一样耶 因为他没看到他的同伴 或者是他的同胞 因为这种事情 被关景地 用这种方式去影响韩国就蛮值得的 好吧 可是 有些人跟你想的不一样 不是有些人啊 大部分人想的 可能跟你不一样 好 那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 他那个士兵真的开了枪 然后呢 那个 那个青少年就 跑到城壁那边 然后就 啊 就这样子 死掉了 那就被 被西德的那个 记者都拍下来 这个过程 那这士兵呢 就接受国家表扬 放冬浴架 一个礼拜 然后呢 说 保卫 社会主义 长城 所以呢 我们应该表扬他 五 好 事情 你觉得 刚才讲的 什么力量让这士兵这么做 刚才新的同学大家都讲到 是不是长官 是不是长官 那长官 他为什么这么做 更上面长官 好 那更上面长官是在做什么 可能大家都觉得不应该开枪 就是开枪 于心不忍 可是 大部分同学都还是开枪 对不对 对啊 那是什么力量让你觉得要这样子说 不过当时的社会期待 不过当时的社会期待 对 但是社会期待就是你要保卫国家 嗯 生活教育或者是一些规范 或者说你不开枪 我就关你紧闭 关 关了两个月 三个月 有不可能 好 后来这个这个案子 在东西的统一以后 这事情发生在1965年 东西的统一之后 这个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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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活着 还活着 西德政府起诉他 好可怜哦 你们知道 在二四大战的时候 纳粹军官 他就去开瓦斯毒气的这些纳粹军官 他不管是逃到千崖海角 不管他几岁 都一样在追溯他 有98岁的纳粹 从阿根廷被抓回去德国的 98岁 老不老 你觉得应该放他一条路 可是为什么德国要这么做 一样的道理 为什么东西的统一之后 这一种事情必须处理 代表我们会负一种价值 很重要 就是 西德 的一种价值 是不是像那时候 美国就是跟 杨俊丽养 那个 什么 就是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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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代表说 这起码我有做到新资上 我要为 会负负 这样的 西德 什么 好像不太一樣 不管如何 反正這個也就是說 不管如何 我們的人類行為 包括是士兵的行為 是受到一些很多很多社會力量的影響 即使我們腦袋裡面很清醒說 我不應該殺人 我應該怎麼樣 實際上他就是這麼做 那我再問一下這個問題 你覺得從幾歲開始 人們就可以自主決定做愛 銀行 同學你問你太早熟了吧 幾歲 幾歲 好你覺得國中就可以的舉手 國中就可以的 好同學你覺得高中可以就可以的舉手 高中就可以一二三四五 好你覺得要大學以後才可以的舉手 大學以後才可以的 大部分都是大學以後 為什麼要大學以後呢 同學同學 有沒有你高中時候你還沒發育的 高中已經發育 國中已經發育了吧 高中已經發育了吧 還是有同學你現在還沒有發育成功的 好那大部分人為什麼覺得要大學以後 我阿公 我阿公 我阿公他十五歲結婚 好幸福對不對 更幸福的是我阿嬤 我阿嬤十三歲結婚了 那時候他有沒有所謂的這個問題 現在可不可以 不行 誰說不行的 法律 法律說不行 可是你們覺得你行不行 你們覺得行不行 我們現在不關法律 現在不關法律 你自己覺得說 我大概十六歲 我就可以自主做愛的舉手 十六歲 一二三四五六 十七歲的舉手 十七歲沒有 十八歲的舉手 十八歲就可以自主做愛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四 十九歲的舉手 十九歲以上的舉手 十九歲以上的舉手 大部分 哇你這麼晚熟 要到二十歲才可以 好 不過這個可以看到說 因為我們的法律規定十八歲 大部分同學跟著思想來變了 就十八歲 在我阿公那個年代 沒有十八歲結婚的 十八歲都已經很晚婚了 那十五歲的人 該不會跟十八歲的人做愛 都可以 法律不是 我知道法律不行啊 那你們覺得自己可不可以 同學 同學來我問一下 你們在十五歲的時候 還沒有看過色情小說 色情圖刊 色情什麼東西的舉手 十五歲 你掉腳痠了 十五歲你還沒有 但是你根本還沒成熟 好你看大部分事物生都有過嘛 對不對 除了幾個還沒法律成功的以外 啊那個時候為什麼 你為什麼覺得那時候的人 沒有自主想法呢 難道我阿公那個年代 比較那個嗎 古代人比較思想成熟 比較可以那個嗎 是嗎 有這種比較少婚嗎 誰說的 但是現在嘛 可是 我阿公那個年代 漢人 一樣可以生小孩啊 一樣可以養小孩啊 為什麼現在不行 好那我不要這樣講 我只要做愛而已 可不可以 可以嗎 你不鼓勵 但是想做還可以去做 是我知道 不知道 可是被抓到就 法律就很嚴重啊 不是嗎 有時候是被爸爸媽媽抓到啊 對不對 那就是 在外國14歲 做愛那些人很慎 是嗎 帶過來 同學舉手一下 真的嗎 好慘 對啊 那你的經驗呢 好問一下 你的法律規定是幾歲 你們國家呢 18 可是14歲 我覺得說很普遍 對 就是 那個 國外的文化 還有像台灣一樣 把法律 台灣都會收 哈哈 他把台灣同學 你看台灣都比較收法喔 真的喔 跟他們國家比起來 所以就是 法律有法律 但是實際上 我愛怎麼搞就怎麼搞 對不對 對不對 有一點 好 所以台灣同學 你們真的是太純潔了 真的是 好 不管如何 我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社會 就是有一個社會規則 社會規則 其實都是一個看不盡的力量 隨便 per 看不淡